来 等等 这是什么 这是东娇珠 东娇珠 你怎么知道他们名字叫东娇珠 这并不是书本里记载的名字 这书子是我师父给我的 名字也是他告诉我的 你师父 你师父是谁 美梦盘夕 嘲笑前夕 只因何意 鱼儿细细 换起涟漪换下衣 前夕何夕 喷尘齐齐 诉说别离 恩来一句万里 笑着哭泣 盼着再去哪容易 最怕你会散散不及 受了几缕 你 我在梦里 痛在心里 折回你 我在梦里 这一遍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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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沉默 与你 参照 远去 我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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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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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 并不见你 我 我 我 他 你 你 这就是张白纸啊 我以为是什么锦绣文章啊 谢谢 这可是我唯一一张纸 我平日里就靠这张纸 来练字写文章的 一张纸怎么练字啊 姑娘 你看好了 你来看 来 来 来 写好了 然后把它吹一吹 抖一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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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什么都没有了 挺有意思的 你看 你想出来的 小神将近平寒 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用这种方法了 你叫什么呀 小神孙训 自文章 我姓柳 我是百姓班班主的女儿 这些银子 全当是我对你的资助 你拿着 作为上京赶考的盘缠吧 我们做灵人的 镜像有限 但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不要埋没了你的才华 刘先生 万万舍不得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膝下呀 就这么一个女儿 既然你们两情相悦 我就把她的终身 托付给你了 只要你善待她 就算对得起我了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难道你还想对我不好 负我不成啊 绝不是 是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这是什么呀 真好看 还有一个 你哪儿来钱买的 这不是用钱买的 这是我用寺庙里的腊油 融入西伯做成的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可以作为我们的定情之物 以此为证 那你觉得 这可以做平礼吗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那就等我回来再 不 我愿意 这柱子叫什么名字啊 嗯 传说在很久以前 有位书生 在东海里遇见了焦人 他们一见钟情 书生答应考取公民之后 便回来允许焦人 焦人日复一日地等 书生总也不赖 焦人此年书生 滴泪陈珠 这珍珠的名字 就叫东焦珠 东焦珠 嗯 那后来呢 后来啊 出生果真考取了公民 回来东海迎娶了焦人 自此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由我来说 你就是我在东海里遇见的焦人 从此以后 你一颗我一颗 永远不分离 文昭兄 恭喜啊 高中二甲十四名 真是 黄金不负有心人哪 多谢多谢 孙兄 孙训 这 这光亮是谁 这 我 我是孙训 你 姑娘找我何吃啊 我是沈青瑶 原来是太常四卿 沈令英 沈大人的钱金啊 哦 哦 今天是我出嫁的日子 我是逃婚逃出来的 就是要完成我们儿时定下来的亲事 你若愿意 我便嫁给你 你若不愿意 我这个逃婚出来的新娘子也没活路了 我只能去死 不 姑 姑娘听我说 孙训 你若愿意 我不 你想好了吗 选谁 我能不能 都选 你为什么不能 摄尘处地地替我想想 我要是不娶她的话 她一生就毁了 再说 她的父亲沈丽音 是三品大人 对我的师徒定有帮助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 等了二十三年 我有很多报复要求实现 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告诉我 你心里爱的是谁 是你 所以 我们俩的感情 没有你的师徒重要 不是这样的 孤之子我是过怕了 我不想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 我成全你我退出 你 柳儿 我如果答应你 对我对她都不公平 你娶她是为了仕途 她一辈子都会生活在煎熬里 而我的脾气秉性你是知道的 眼里揉不得沙子 总让我知道你爱的是我 我也没有办法和别人一起共事一副 到时候 难免会闹得天翻地覆 与其这样 柳儿 不如我们好娶好散 过往的一切 你就当作是一成吗 忘了吗 柳儿 后悔无敌 我肯定是她的 傻子都会失败了 我肯定是被你 Kirk 我肯定是身材了 我们好爱这种 年轻洪